上买完二手机还来用艾斯杀路检测手机吗兄弟 现在艾斯杀路的话早都已经被滑江碟给攻克了 完美改革100分让你看看他们出来你信不信 来看上这一台杀路艾斯贵不贵来 燕机报告艾斯啊全正常100分 看上杀路全贵 其实呢这这一台翻新机 屏幕已经换过盖板了后盖也换过了 杀路的话也是全贵100分 其实的话艾斯杀路是不能不信也不能全训 还是是在看人工检测为主看实物为主 那我买完二手机该如何检测才能够完美逼坑兄弟们 接下来我把几个重要的给你们分享一下 注意收藏点赞再观看 首先到货给一步兄弟们 首先检查外观有无弯曲变形啊 这一台13普通马斯如果这个框弯曲了 这个框的话价值是700米 等会是你马上损失了700块 而且弯曲的话很可能会压到主板 内伤已经看不出来的 检查屏幕背板有无明显的缝隙 有无明显的风动 来看一下这一台 如果屏幕这里面很风动的话 什么它是换过屏或者拆过机器的 要不就打磨屏幕了 把屏幕打磨弯了 外观看完之后检查一下内部 来兄弟们 看一下屏幕 有无断触 如果打游戏连不上招 80%就是屏幕断触 屏幕触摸不灵敏 打个相机 看一下是否对焦 拍在手上还没有 如果很清晰的话是一清二楚的 远焦近焦都要试一下 看一下长焦 有无抖动的情况 打开屏幕白界面 检查屏幕有无背光 有无坏点 有没有踩点 有没有压伤 有没有原材显示 如果有才正常 如果没有的话就换过屏幕的 打开通用关于本机 检查有没有弹窗 如果有的话 正品部件就换过屏幕 的话的话会更多大 这些问题的话都是IF三路子检测不到的 都是需要咱们人工检测的 看看你的手机有没有这些问题吧 nice